因為一旁是廟預定地進行整地 導致秀林里新大坑斷這一條農路重重階段 不僅影響農民上山耕作 更造成通行危險性的增加 農產品就是要鎖 差不多半小時的爐 多兩倍 後來這整條爐都有水有卡車 所以說現在對那爐很危險 有動物也不好 車子就在塞 危險就在那裡 人家如果出人名不知道是要怎樣 日前為了協助農民改善通行問題 先遠成林也要集縣府相關局出示人員前往會看 當下看到此農路被截斷情況 成員也是感到相當的憤慨 一條農民在走三四十年的路 就是因為他要經地 要做一個檢疫水保 什麼法律香就要把它斷掉 當農民的路就是回到農民生活的金 這是非常無盜的 一個修道人 今天你再來做這種事 那是天理不容 在這裡說很重的天理不容 在這裡我希望德財寺 你會良心發現 這兩個師父也希望你們 在佛祖的感念之下 你們真的要有慈悲心 把原屬於農民在走的路一定要信給他們 在為農與地主協商調解前 先遠成林也請縣府 針對農路上半段較危險的路段 能緊述規劃改善辦法 讓農民有安全的道路可以通行 真的看得很恐怖 因為地基也掏空了 然後直接衝下來就等於是斷崖 看到農民他們還是冒著危險 在走這一段段緣殘壁的路 我們也希望說縣府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縣府也來了好幾個單位 我們也希望說縣府能夠趕快再就於說 他們農民的安全的部分 先做一些補強的工作 讓他們在這段時間 要再進出在山上去採集的時候 要去採收的時候 能夠無生命的憂慮 議長和勝峰也希望後續 透過公部門的介入之下 能與地主來研議協商 找出妥事辦法 讓農民有辦法在此安全進出耕作 記者盧玉凱竹山採訪報導